開心 這個是第二的開場 我想問一下就是 17 18年 你應該是正式成為選手 應該就開始有打比賽開始 然後之前你也代表台灣去打WESG 世界賽 然後對於你來講 應該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以前在你所處的那個年代 但沒有很久啊 我那個年代比較久 大概兩年前三年前 然後你那個時候 遇到的一個無止電競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就是電競的困境 一直都是第一個沒有人 就是你今天就算 你想要組織一支隊伍 就已經是一件難事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在磨合的過程中 想要換隊友啊之類的 也有可能沒得挑 不是說CS GO玩的女生很少還是怎樣 是打競技的女生太少了 所以到後面會有一種惡性循環 就是跳一跳去都是那幾個都是那幾個 對啊 結果連歐美隊伍也是 差不多這種情形 當然他們人會比較多一點啦 但是跳一跳去也都是那幾個 我很厭熟的 對啊 都沒有新年空 對啊 你是有一個偶像來到現場嗎 對 Juliano 他打了幾年 十五年 1.6到現在應該至少十一二年有了 對啊 對啊 等於是老將 老將 但是其實你說他不打 有沒有人進來也沒有 所以他就一直 而且上次在玩遊戲下打得非常不錯 比這一天然後冠軍 對啊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體現一件事情啦 就是現在的狀況 比如說你遇到的狀況就是 可能女生的隊伍 他沒有資源 沒有職業薪水 他就很難去支撐就是說 你一天可能八個小時九個小時 專注在練習 也許有時候晚上上班 有人比較晚 然後就太累 就沒辦法練 他也不是不好 他只是沒時間 或者是雜事太多 那這個時候你要換 可能會不會覺得 好像有沒有其他更好的選 這確實我覺得是 會到現在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女生的選手不夠多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有沒有一種狀況就是 之前有聽你在講 就是很多你們在比賽的時候 就遇到一些網友啊 講話就是有點稍微酸酸的 這種問題啊 還蠻多的 越來越多啊 這種我是還好啦 但是我隊友可能就是 反應會 他們比較敏感一點 就是大部分的男生 不管海內外 第一次看比賽 不管是什麼時候看比賽 注意到的第一個 都會是你的長相 不管是任何男 我沒有喔 我是男的但我沒有 某些少部分的男生 少部分的男生 對啦 其實前面所說的 就是女性選手 都是一直圍繞在一個主題 就是比賽 沒有比賽 對沒有比賽 就是不會有人去 注意到她的實力 所以我覺得 因為就像傳統運動一樣 就是舉重啊 或者是壘球千球啊 或者是馬拉松 那些女性選手 真的會有人第一時間 去攻擊他們的長相嗎 其實沒有 都會去討論他們的實力啊 之類的 對啊那 那女子電競會有這種狀況出現 就是沒有一個舞台 讓這些女性選手去發揮實力 讓人去注意到其他地方 所以才會有這種狀況 對我覺得這個可能會 隨著比賽越來越多 開始有些改善啊 當然我可以提一個例子 就是Sony嘛 就PUBG 我們那時候做比賽的時候 他是報名參加 就是我們要先選 那裡面其實蠻多 是那種蠻有名的 就是她的粉絲團 你量也蠻大 她也有在看直播 那最後就是我們經過測試 真的找人跟她打 打完發現 她應該是裡面 大家投票都投投 那當然出發前 你是誰 老實說 沒有人知道 就知道她以前 有打過一些比賽 結果去打 打一個第二名啦 結果後來去泰國戰的時候 她跟另外一個婷婷 然後雙打冠軍嘛 其實如果沒有這些平台跟比賽 你很難從 另外一個角度去認識 那我覺得 希望未來就更多 就是說 當然我們現在要改變所有人 是不可能的 就更多的那種 從技術上面去認識他們 就剛才你有提到傳統運動 有時候跑啊跑啊那種 像馬拉松啊 你怎麼可能會去看她 你一定是看她那種很堅持 然後那種毅力 然後要突破自己成績的那種感覺 很感動 我覺得比賽越來越多 這件事情可能會改善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確實現在的狀況 比賽跟男子比起來 確實沒有那麼多 那你自己覺得呢 比如說這一年以來 因為從我們做Divina 你應該都有參與嘛 那你覺得這一年當中 有沒有一些改變 去年Divina開始推動賽事之後 有今年很明顯的感受到 就是陸續有很多賽事單位 也開始籌辦女子賽 其實越來越多比賽的參與 就會讓越來越多女生 願意去投入這一塊 我覺得這個發展是好的 但是想要跟男子電競的地位 所以或於是發展平齊平座的話 應該還需要一段時間 因為今年開始我知道 就是GingHack的瓦輪西亞 因為GingHack過去沒有女子項目 對 然後傳統來講的話 就是WSG嘛 然後哥本哈根電競節 然後IEM我不確定 IEM是今年才有的嘛 還是之前就有 它好像偶爾 近兩年才有 對對對 近兩年 那當然我們所知道就是 增加了GingHack 然後還有這一次Nextport Nextport其實它也不是第一屆 它過去沒有女子項目 剛好這次跟我們 在接洽的過程當中 他們也把女子賽加進來 因為上次ZoeDeVina CSGO亞洲賽在中國辦 感覺起來就是回想很不錯 所以他們也特別把女子項目加進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情 雖然就是說跟男子選手 比較起來還是那個 那個場次會有落差啦 不過我覺得是越來越好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男女在電競上面 因為它跟傳統運動不一樣嘛 男生跟女生 就不存在於體力的問題 因為電競的操作 包含就是專注協調 然後還有你的腦筋 還有你的專注程度 就是這些來講的話 男女不應該有別 你怎麼看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還是男生比較強 女生好像沒那麼強這個議題 還是圍繞著一個重點 就是比賽不夠多 比賽不夠多 你就不會有更多的資源 跟環境去關注這一塊 所以女生選手就不會有好的發展 去跟男性選手競爭 對啊 所以還是比賽夠不夠多的問題 對 其實我覺得 這可以延伸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男子賽應該平均 每個月 如果我們每個禮拜都有比賽的話 應該是一個月會有十二場嘛 三個禮拜嘛 對 三四十二 然後一年的話 相當於一百四四場的比賽 對 然後還加一些 哈不浪噹的線上賽加一加 其實我覺得 差不多兩百場是都有可能的 那女子賽呢 我覺得可能 這樣比較起來 大家應該就有感覺 可能二十場 三十場 頂到天四十場 那如果是兩百場跟四十場 它是五倍之多 所以這個一來一往 就會延伸出 剛剛你講到那些問題都有 就是隊友不夠多嘛 因為比賽少 那你平常練 你要從娛樂玩家 晉升為競技玩家 你要怎麼無後負責 因為沒有隊友這樣做 那第三個就是 比賽不多 所以進來的人不多 我覺得這個是環環相扣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也有你提到 就是實力上面的問題 就是比賽越來越多 如果男女比賽 它是一樣同步的 那我相信 女生相對來講 其實是蠻有機會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不認為 男女在電競上面是有差異的 只是說 資源跟環境不對等 所以導致現在這個狀況 對啊 因為我雖然參加過的比賽不多 但是看了很多 去年就是有看過一個比賽 台上的男選手用的是 比較主流 大家幾乎都在用的 240電競螢幕 然後可能台下的女選手 副舞台用的就是曲面144Hz 當然不是說那個曲面不好 只是我覺得 不適合拿來打CS GO 為什麼要有這種區別 我覺得這個曲面打射擊遊戲 我覺得我試過啦 我覺得那個比例完全不對 那個就是你可能平常你家裡是用這個 那你去到那個地方 然後居然現場主辦當中給你一台曲面的 我覺得那個會非常錯愕 那當然這也是 剛好迪爾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就算你有做女子賽 但是你沒有認真做 他男女上面是有別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還是會 對於女生選手是不尊重的 就可能你 我之前有聽到你講說 有些比賽可能有女子的 你看了很多嘛 但是他好像變表演賽 對 他就可能不是在 正規的賽制裡面 他不是在舞台上面打 然後在下面打 甚至可能硬體上面又不一樣 還有在外面草地打的都有 就在外面草地搭棚 對 那個我覺得比較像 還有直播 還有直播喔 然後男生的就在裡面了 對啊 對啊我覺得這個事情 也是延伸出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大家要辦女子電競的比賽 當然我覺得 規格上面要同步 你不能說男女有別 像這一次我們跟 Nest Pro的一個合作就是 前面就有提到 他們我覺得也很棒 他們就是把轉播的時間 都一樣會有熱門的時段 然後練習的地方大家都一樣 然後同樣是 都會上舞台區 就大家都會有 不然有些是 聽你講 像之前有一些比賽也是 打到後面才能上玻璃屋 對 我之前參加過的就是 怪獎賽才會在玻璃屋上面 其他的八強啊四強都是 就是在練習區不然就是 父母太大 我覺得今天很高興就是 邀請爹來跟我們參加 這樣的一個訪談 因為我覺得 從他的角度看到的女子電競 我覺得蠻真實的 他其實提到蠻多 可能我比較沒有去注意到的點 因為他有曾經參加過比賽 然後有到現場過 然後也看到了很多的女子比賽 所以他提到的東西 我覺得還蠻深的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也是值得我們去討論的 然後我們當然也希望就是 雖然我們力量還不夠啦 當然就是 開始做 慢慢做 然後希望 女子電競他能夠越來越好 特別期待是明年嘛 因為這應該是 女子電競在今年的 最後一場比賽 我們希望2020年 女子電競的比賽會越多 期待他的發展 開心 開心 開心